因为这一次台湾大选之后呢 各国或者是各地区代表的一个发言 很能够彰显出来他的战队 接下来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菲律宾了 用词罕见啊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是直接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 我相信中方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辞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去关注 这个叫做再多不愁啊 反正跟中国关系已经够坏了 不差这一件 破罐子破摔了呗 对就是这意思 就是反正我已经是中国讨厌的人物了 那就不差这一件 这么不需要努力啊 我们再来这个具体的事例再来带给大家一下 这个是菲律宾参谋总长 他在1月15号的时候有表示说 菲律宾会在南海海域的9个对菲律宾视为领土的岛屿进行开发 让这些岛屿呢更适合军队居住 三妹跟大家列呃就是找了几个岛屿他们在建设的 中叶岛不说了嘛 机场跑道雷达站都有 还有一个叫做马欢岛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有淡水资源 菲律宾加大投入了 呃有人就想说从马可市到他的这个参谋总长 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途中已经带给大家了 因为美国驻马尼拉的大使馆已经确认了 从夏威夷珍珠港红山的美军基地 转移了3900万加伦的燃料到菲律宾西部的苏比克湾 如果我们仔细算下来美国全球大概有800个军事基地 每年会消耗46亿加伦 平均每个基地呢每年消耗600万加伦 于是算到的3900万加伦的燃料呢 够一个美军基地使用6年多的时间了 好结合这个破罐子破摔的菲律宾 究竟是破罐子破摔还是美国已经把燃料运达了 他不怕了 其实萨妹你有时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啦 他的意思也因为他现在要去建设那些 他本来就已经占有的岛屿嘛对不对 那可能也意味着他就不再去惹仁爱交跟黄岩岛了 这么美好哦 这个就是一种转向可是他不能承认 你懂我意思 就他要给人家感觉说我还是很强势啊 我要来建设我们的岛 这中叶岛我们已经有建设了 那其他岛没有建设啊 趁机补强 那你去补强你自己的岛这个中国也没有意见啊 那就是说仁爱交黄岩岛这两个议题我就暂时讲假装没看到啊就这样啊 那他到底能够做多少我坦白说啦如果他还牵涉到田海造路的话你也不要高估菲律宾的技术啦 田海造路是非常难的啦啊那当年中叶岛是因为国民党放弃嘛 坦白讲国民党也是因为美国介入啦 那个就是1974年有个台风嘛 结果中叶岛本来是台湾的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他在太平岛对面嘛 结果说什么碰到台风大家去躲台风 结果一躲就都不回来了 对对对 哪有这种事啊对不对 那显然就是美国叫你不要回来嘛 那美国就让给菲律宾来经营嘛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不承认中叶岛 可是呢因为中叶岛是个自然岛 而且一直都有建设有驻军嘛 所以就暂时不跟你计较 那其他其他有很多岛都基本上 因为菲律宾已经占你满久了啦 只是他没有能力做开发建设 所以你也不要高估他真能搞出什么东西啦 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钱啦 这个 这个 你要把那个岛的面积扩大 这不是简单的事啦 因为我昨天 碰到帅化民将军啦 因为他带过金门啊 他说有一次他们就去填海啊 要把一个地方小小的面积 要填海 他说费了好大的功夫啊 那填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结果台风一来就全部恢复原状 这没有那么容易啦 你知道这个 要有大量的预算啦 大量的人力啦 还要有技术要夯实他的基础啦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吧 看一下菲律宾到底要怎么做吧 因为他也要吹牛一下嘛 对不对 好 对